地址 地址 我们看这个 纸 这个纸怎么写啊 这个纸 一个土地的土 右边呢 一个纸布 这里纸布的纸 这个纸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站着的脚 站着的脚 这叫纸 我们以前的房子呢 是用土 用土修建的 像这样的 这是以前 我们修房子 就是用土来修的 所以这个纸呢 也叫做 房屋的角 地基 或者是地基 这个纸 我们除了可以组 地址 住址 那我们想 我们想 地址 是房屋的角 地基 那肯定就很 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就是我们站的地方 我们具体在哪里 我们具体在哪里 就叫地址 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三个例句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吧 第一句话 分手时 他给我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 很好 第二句 我把小明家的地址记下来了 我把小明家的地址记下来了 第三句 小明太粗心了 竟把信上的地址写错了 从这三句 例句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地址 是一个很 很细小的地方 很详细的地方 比如说 你在 老师在四川省 广源市 哪个区 哪个县 或者说 你们家的门牌号是多少 那就叫地址 我们从它的字面 可以看出是一个土 一个址 这个址 我们可以理解为站着的脚 我们脚下站着的地方 就叫地址 所以是一个很具体 很细小的地方 大家知道这个是信 我们在右边写 这个是一封信 一封信 看这里 这里就是写信的时候 写信的时候 我们要写 上面要写 你要寄给谁 那你要寄给谁 你就要写得很仔细 你要写得很详细 信上写的 他要寄给 哈尔滨市 乡房区 公宾路22号 住在公宾路22号的人 会收到这封信 那么这一串就是地址 就是信上写的地址 我们还有一个词 地点 什么是地点呢 什么是地点 大家看这幅图 这是一幅 四川省的图 这是一幅四川省的图